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全四网校 欢迎来到图老师课堂 那么今天这几课 图老师将带领同学们一起来看看咱们的长方体与正方体下期一部分 那说到长方体与正方体呢 像这一课咱们讲到了侧面展开图 讲到了表面机 对吧 那么今天这几课呢 我们会重点从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体积和容积的比较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体积单位的换算 首先我来问大家 你在日常生活中 在哪些地方见到过描述容积或者描述体积的地方 比如 我们喝的水 是不是它一般都会标注一下它的容积啊 对吧 你比如说我这个 农夫山泉有点甜 天然矿泉水 净含量550毫升 你再比如 大家往这看 这一瓶果汁 这一瓶可能是牛奶 可能是酸奶 对吧 那对于像这种瓶子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一般就是500毫升左右 我们把它标注出来 这个是500毫升 那这个呢 这明显的看上去比那个是不是要小一点 所以这个呢 这个250毫升 这个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是吧 这个喝完奶之后变成250了 开玩笑 那除了这 这些我们经常喝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会用到毫升 哪儿 你比如说你生病了 是吧 感冒了 咳嗽了 那一咳嗽呢 你就会喝一些什么这个止咳糖浆 或者是抗病毒口服液 是不是这种东西啊 它那个小瓶是不是就更小了 差不多跟你手折头这么大个 对吧 那这一大个呢 基本上就是啊 像他这写的 每只10毫升 是不是就更小了 对吧 那像这个500毫升的 这是10毫升的 这里边得装多少瓶这个 是不是一除50瓶啊 对吧 所以啊 这个差不多有这个概念 好了 至于这个 那么咱们再来描述啊 你说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这个东西之外遇到了毫升 你还遇到哪个单位了 嗯 我给你提个请啊 一 二 三 走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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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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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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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送水了 哎 那个送水工人扛着这大桶水 你家里喝这大桶水 他用什么单位标记的 你自己瞅瞅 赶紧跑过去看一看 他用什么标记的 用毫升吗 哈哈哈哈 来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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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有了 你这样看是吧 这是18.9升 哎 大桶水 哎呦 漏了啊 漏了啊 哎 不太紧啊 放这啊 大桶水 我写这啊 18.9升 对吧 那我刚才 给大家举这个小瓶呢 农夫山圈有点甜的 哎 是不是550啊 那 小瓶水 咱们别550了 咱们就把它作为500毫升吧 那么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两个单位名称啊 你要注意啊 这两个单位名称呢 都叫做 呃 容积 啊 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容积 容积就是说你能容纳多少 你里边装了多少 对吧 这个叫做容积啊 呃 好 两个单位名称 一旦出现了这两个单位名称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 对吧 那这个呢 可能是我们在小学阶段遇到的最大的单位换算了 那我们遇到的那个什么呃 厘米 分米 米 哎 这三个单位之间的进制是不是都是实进制的 对吧 咱们遇到了平方厘米 平方分米 平方米 这三个单位相邻之间是百进制的 那么这个升跟豪升呢 哎 就是千进制的啊 那我问大家你觉得呃 是升这个单位大吗 还是豪升这个单位大吗 哈哈哈哈 能看出来吗 哎 你想想那个毫米就行了啊 哎 毫米 厘米 分米 米 对吧 哎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豪就代表小的意思 是吧 那所以我们说豪升一般呢 都用在那个比较小的容器里 呃 这个升呢 就用在比较大的容器里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洞水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我给大家出个小问题啊 咱们都知道 喝大个的肯定要便宜 对吧 那如果同样的水 哎 你比如说我这一大洞水 一般一般这一大洞水 就是二十二二十三块钱的样子 对吧 那我这一瓶呢 啊 这一瓶水差不多就一块钱 或者一块五的样子 对吧 农夫山泉有点贵 可能是一块五啊 咱们照一块五算 那同学们 你能比较一下 是这种便宜呢 还是这种便宜吗 咱们比较 要么你把小的 哎 换成大的 要么是不是你把大的换成小的 那你觉得怎么换 会比较容易一些 如果大的换小的 是不是要做除法 有时候有可能会除不开 但如果你把小的变成大的呢 哎 只要做除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来算一个啊 算一笔账 小瓶水一百五五百毫升啊 一点五元 咱们比较一下啊 同种的 如果您大桶水 到底能省多少钱啊 假如我们这个大桶水呢 是二十三元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签进制 签进制的话 那就是十八点九升的话 那就是啊 哎 我们这样想就行了 一升 是不是应该等于一千毫升啊 哎 一毫升的话 是不是等于两平啊 对吗 一毫升是不是等于两平啊 一升等于两平的话 那十八点九升的话呢 其实十应该差不多等于 咱们估算就行了啊 这是差不多十九吧 十九乘以二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三十八平啊 对吧 咱们稍微估算一下就行了啊 三十八平的话 那三十八平 一点五去乘以三 啊 这个数还是蛮大的啊 这是三乘十九 如果你拿这个瓶的水 往这里边去灌 你要想得到等量的水 对于这个瓶而言 是不是我们要花五十多块钱 哎 对于大同水而言 是不是我们要花这个二十三块钱 对吧 好 通过这个东西呢 老师就告诉大家两件事啊 第一个 关于容积的常用单位 升跟毫升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单位之间换算 是千进制的 其实还有第三个 那如果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咱们给汽车 是要加油啊 对吧 通常情况下 汽车加油呢 是加七十或六十 你在加油的时候啊 是加七十或六十 什么 是天升 还是天豪升 哎 肯定天升嘛 你豪升的太少了 这个就二百五十 豪升了 你说你低一点 你这车就跑了 怎么可能呢 对吧 一般情况下 还是加七十升 也就是说你那个车里啊 可以拉着三桶水走 对吧 好了 不说这个了啊 那关于这个基本的单位 我们介绍完来 那同学们 请你赶紧去做一做 我们的课前下联系